多肉植物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种观赏植物 它们不仅外形可爱 颜色多样 而且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寓意和象征 能够给人带来好运 幸福 健康和爱情 今天 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多肉植物 以及它们的寓意 让你的生活更加美好 山地玫瑰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片呈玫瑰花瓣状 颜色从绿色到紫红色不等 非常醒目 山地玫瑰的寓意是 永不凋零的玫瑰是我的心 象征着爱情的坚定和永恒 你可以将山地玫瑰送给你心爱的人 表达你对它它的不便之情 也可以自己养在家里 享受它的美丽和芬芳 熊童子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多肉植物 它的珠形小巧叶片圆润 覆盖着绒毛 就像一个个小熊宝宝 熊童子的寓意是玲珑优雅 代表着精致和高雅 你可以将熊童子送给你喜欢的人 表达你对它它的赞美和欣赏 也可以自己养在家里 增添一份可爱和温馨 前串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片呈铜钱形状 沿着精绪排列 就像一串一串的钱币 前串的寓意是财运亨通 象征着招财进宝和财源广进 你可以将前串送给你的亲友或合作伙伴 祝愿它们事业顺利和财富滚滚 也可以自己养在家里或办公室 增加一份吉祥和富足 魅惑之销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片橙子红色 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属光泽 就像夜空中的星星 魅惑之销的寓意是梦幻多彩 代表着浪漫和神秘 你可以将魅惑之销送给你心仪的人 表达你对它它的迷恋和向往 也可以自己养在家里或阳台上 欣赏它的变化和魅力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 几种常见的多肉植物 以及它们的寓意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品种的多肉植物 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含义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 选择适合你的多肉植物 让它们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份色彩和乐趣 希望你能喜欢我们为你准备的这篇文章 也欢迎你分享你的多肉植物心得和经验 谢谢你的阅读